深夜十二點多 兩名男子手持鐵棒猛砸一台機車 砸完還不夠 連停在一旁的轎車也遭殃 幾名男子持鐵棍猛打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一旁竟然還有幾十名男子趕來駐鎮 衝突越演越烈 還有人衝到民宅踹門 這起砸車鬥毆就發生在雲林二十三號晚間 兩名朋友因一石口角 竟然演變成鬥毆事件 甚至還將過程上傳社群網站 事後警方將人依法送辦 但警政署追究責任後 認定雲林想法 警察局長黃世青處置失當 繼兩小過處分 警察局長負崇拜責任本來就應該蓋瓜承受 沒有什麼委屈 不委屈 對於被寄過 局長自認督導不周 但雲林想法張立善跳出來替局長暴躯 沒有好謀謀為何所造成 但是被寄兩隻小貨我覺得是太重了 警政署反駁 群眾砸車是第二波糾紛 先前就有引爆衝突 認為警局貨爆後 處理不當 才又發生鬥毆 這起處分也將成為行政院長蘇貞昌 要求全台遠景大執法後開的第一槍 記者 廖元斌 韓志欣 許有祥 雲林參網報導 請多иж 같아서 shutter點而且 Seung-rend Burke那說 說 Matt